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家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华王喀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 谈承三宝 敬礼 父母祖尊大白闪盖 慧泽母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仪会贵宾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底师姐 中国中中华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And the husband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登节目制作人 徐雅琪师姐 张 дов 庄俊耀医师 周恒医师 黄美坚医师 香港黄智医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乖乖乖乖 一支来啊 是哪里啊 这是在餐桌上讲的 餐桌上讲 一支来 来 人人妈妈是啦 妈妈是妈妈行 那今天我们是做大白散盖佛母 那么他的手印呢 就是一个伞 一个伞 一个支撑的伞 这就是他的手印 这很简单记的 很简单记得住 大白散盖就是 上面一个散 一个柱 这个大白散盖的柱子 这个大白散盖 这个大白散盖的这个 这个由来啊 这个由来啊 他的由来是这样子的 以前就是第四天 跟阿修罗天 跟阿修罗天 两个天众 就是 战争 大家知道这个战争 在地面上都有 在人间就有 那不只是这个国家 跟国家的战争啊 像上一次这个 以色列 打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那就是战争 那现在的美国 空袭这个 伊斯兰国 这也是战争 这个就是国跟国之间的战争 那不只是国跟国之间的战争啊 在以前啊 是有种族跟种族之间的战争 最早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 你是哪一组 他是哪一组 两边战争 像中国就有很多组啊 像刚刚讲的那个是 那是广 广东还是广州啊 广东省 广东省呢 就是一个族 他们是 广东 属于广东人 就是一个族 族群 像我们台湾呢 有四个族群比较大 一个族群 就是闽南人 这个名就是福建 福建南方的 叫闽南人 一个我们称为是 那个外省人 外省人 也就是内地人 就是从中国大陆过来台湾的 那近期过来台湾的 我们称他为外省人 或者是内地人 那台湾还有一个客家 客家族 哈卡 客家族 那 另外呢 还有一个原住民 原住民 原住民 这台湾就有四个大的族群 四个大的族群 中国大陆的族群更大 族跟族之间啊 一般来讲有时候也会有战争 像藏人 就是西藏 西藏 这个 新疆 他有这个维吾尔族 这个云南 有百仪族 伊族 那福建 有闽南族 这个 东北 有齐人 齐人是一个族 像那个 啊 啊 年运上师呢 就是旗人 啊 他是属于旗人 啊 东北 齐人 齐人 是那个 旗子的旗啦 他们分为什么正白旗啊 这个 正房旗啊 正蓝旗啊 那时候叫做八旗 他有八旗 你是哪一旗 正房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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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属于正房旗 哦 哦 哦 原来你是房旗啊 啊 他是 也有旗人 东北有旗人 就是满洲啦 满仁啦 又叫满仁啊 啊 就是满族 这个 另外还有汉族 就是中原 中原地方就有汉族 那 跟族跟族之间啊 也会有战争 族跟族之间 像以前在美国啦 这个 西部开拓时 就是打洪欢啦 那洪欢就是现在的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那么在 更北的地方有蒙古 又有蒙族 蒙藏 蒙古 跟西藏 跟新疆 跟这个 云南 跟这个 东北 跟福建 哦 跟广东 中原只有那么一小块 这是汉族 这是一小块 其他的 汉满门回藏苗 苗族 就有那么多的族在里面 所以经常会有这个 也是一样会有战争 不只是从大 我们从国家有战争啊 再来这个 这个主群有战争啊 再来呢就是 这个家庭 家庭一样有战争 你们不要以为家庭没有战争啊 家庭才战才厉害 不但有热战 还有冷战 冷战就两个人都不讲话 两个人家庭的两个主角 男主角 男主角 女主角 通通都不讲话 不讲话可以到半年 一年 甚至几年 以后要沟通啊 就写条子 不讲话 就有这种事情 家庭一样有战争 两个人一样有战争 所以在不只人间有战争啊 天上还有战争 我们想说哇 这个身上的天怎么还有战争 就阿修罗天 跟第四天的战争是最明显的 这两个战争是最明显的 这个第四天本来是属于这个 这个 玉戒天当中的一个天 而且那里面住的是玉帝 我们讲的是帝师 也就是玉皇大帝 就是尸体恒阴啊 他的证明在佛教里面叫尸体恒阴 跟阿修罗王 两边战争 两边战争 阿修罗既然战争这个 这个第四天 把整个第四天全部包围 眼看这个第四天就要在二十八天当中消失掉 那怎么办啊 这时候这个帝师就去求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救命了 这释迦牟尼佛说 蛤 你们这个天地都打败阿修罗 这怎么办啊 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禅定 那么禅定的时候啊 就从他的这个顶峭这里打开 就放出一个光明 白色的光 光明升上来 就火顶 火顶的那个光明显现出来 出现一个大白赏 大白赏盖 这当初谁做这个大白赏盖的 这是大白赏盖啊 不过为什么要用黄的呢 应该要用白的 白的才是正切的 大白赏盖 不是大黄赏盖 对不对 当初不知道谁做的 谁的异想天开啊 想成黄色的 他脑筋都是黄色的 才会做出这种大黄赏盖 有运受设计的 有运受设计的 阿布拉 阿布拉的孙子在这里啊 阿布拉的孙子 年名 你爸爸脑筋都是黄色的 不是你爸爸 是你阿公啊 你阿公 是有运受设计的 我还不知道是谁设计的 应该是白色的 应该是白色的 大白赏盖是白色的 所以师尊今天穿白色的 大家都大家都 大白赏盖哪里有大黄赏盖 大黄赏盖是皇帝的 大白赏盖是释迦摩尼佛的 顶上的白瓜 显现出来 大白赏盖佛母 大白赏盖佛母是这样子出现的 他转化成为大白赏盖佛母 大白赏盖佛母持着赏盖 白色的赏盖啊 把整个帝斯天啊 整个给他盖住 盖住以后啊 阿修罗王怎么建啊 他的弓啊 他的力气啊 所有的武器 全部一直弓进去 就弓不进去 因为有这个大白赏盖 给他整个 第四天整个全部保护住 所以现在还有预防大帝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否则早就被阿修罗王给他 咔嚓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这大白赏盖的由来就是这样子 跟大家讲得清楚 因为第四天跟这个阿修罗王打战 这个打到最后呢 第四天失败 他不是几白旗投降 而是释迦摩尼佛的佛顶白光 显化成为大白赏盖佛母 去遮止整个的第四天 所以阿修罗王的军队 怎么打都打 攻不进去 最后就 就保住了第四天 这么这么简单 大白赏盖佛母 有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这个要紧 就是他的回哲 回哲 人家用杠头给你 你今天没有足旗 那就错误了 你只要修大白赏盖佛母 由大白赏盖来 付助你的话 所有杠头都没有办法攻你的 因为你有办法来赏盖啊 你看 这大黄赏盖就很厉害 这人家弓箭来啊 弓箭射来 用这个去挡 那个箭如以下 你用这个去遮啊 一遮啊 你就 雨都滴不到你啊 东遮西遮南遮北遮 这个整个全部盖住啊 你人在大白赏盖底下 任何一个杠头都没有办法侵入的 任何鬼神都没有办法侵入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他又称为回遮母 回遮 这是一个重点 回遮 他大白赏盖佛母的肩甲咒 肩甲就是等于是整个赏盖像一个肩甲一样 很坚固的夹奏 奉妈妈奉你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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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这个样子 那这个白赏升高 升到很高很高很高 然后整个把你的人全部遮住 叫做 回遮 回就是回去 遮就是遮住 这个大白赏盖佛母的肩甲咒 又可以念成回遮咒 回遮咒 回遮咒 你把他回遮咒 回了 人家用多大的杠头来 你回回去给他 有那一种力量 他可以回回去给他 他的力量多大 回回去也就多大 那个人所受害的 那个力量更大 所以我常常讲 这个我们 做过一个护法 护法神啊 他本身就有力量做回遮 大白赏盖佛母 跟尊圣佛母 跟马陀明王 跟师面空行墓 跟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这几个都可以做回遮 都可以做回遮的 那个咒语啊 你练回遮咒 就等于是说 别人给你的力量多大 你都给他返回去 都给他返回去 力量多大 他的刀剑 那么力过来 就转向 射向他自己 而当初这个联华生大士 在这个 古森林里面 跟五百个外道斗法 就是师面空行墓下降 保护了联华生大士 联华生大士 在用回遮咒 再回回去 所有的五百外道 全部倒地 全部倒地昏迷 全部昏迷 全部倒闭 所以那个力量有多大 所以这个在我们密教行者来讲 是要学习 大家本身要学 大家要学 这几尊啊 刚刚讲的 大白散盖佛母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尊圣佛母 师面空行母 马头明王 这几尊都有回遮的 都有回遮的 你只要咒语颠倒念 教你一个口诀 什么叫回遮咒 你把那个咒语人家念的 OM MA MA HOM NI SO HA 变成 HA SO NI HOM MA MA HOM HA SO NI HOM MA MA HOM 就是回遮咒 人家公过来了 你念 HA SO NI HOM MA MA HOM 就回回去了 以前很少跟你们讲回遮咒怎么念 其实回就是从后面念过来 我们平时咒语正念是从前面念过去 回遮咒就是从后面念过来 今天听到的有福了 今天听到的有福了 没有听到的不要讲给他们听 这个就是回遮咒啊 我以前我不太愿意讲说回遮咒 因为是吸鬼 吸鬼 是一个吸鬼 秘密的人 所以就是颠倒念嘛 HA SO NI HOM MA MA HOM 就是大白散盖的回遮咒 你懂得回遮咒 对方就会受伤 你不懂得回遮咒 你只保护自己 遮住自己 没有回 只有遮住自己 而没有回它 所以你知道有杠头来 你念回遮咒 祈求大白散盖 把你盖住 然后念回遮咒 那个给你放杠头的人 反而马上就倒 马上就倒 他可以保护国家的 你看 第四天 大白散盖都可以保护 一个天他都可以保护 何况是保护一个国 密教可以复国 保护国家的 佛菩萨可以保护国家的 四大天王也可以复国 也可以帮你 所以大白散盖佛母 尊圣佛母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马陀明王 另外呢 就是 四面空行母 这五位都有回遮咒 其他的你不要乱念 有时候念 Om Ma Ni Ban Mi Hom 这个怎么念啊 倒过来念你就不会念 十灵金刚也可以 有些金刚神也是可以的 我今天只是讲佛母 今天都是佛母 大白散盖佛母吗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吗 对不对 尊圣佛母吗 四面空行母吗 那马陀明王啊 马陀明王也是母的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回遮咒的 都有回遮咒 这个有些金刚神 都是有回遮咒的 所以我讲 有这个 有所印 有咒语 Hom Ma Ma Hom Ni 所哈 你可以观想 这一尊 喔 这是很难观想 这个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形象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很难观想 我们可以观想 比较简单的观想 这是白色的 白色的佛母 那么他的哪头大白散盖 这白色的佛母 他这个哪头大白散盖 这一只手 这一只手是一燕印 哦 然后 这个 观想他这样子就可以 这个比较简单 一头二倍 一头二倍 这比较容易观想 这个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大白散盖佛母 比较难观想 也有三头六倍的 也有这个千手千头的 大白散盖佛母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变化声 释迦摩尼佛 这个顶上白光的变化声 就是大白散盖佛母 他有他的来源 那么有他的形象 有他的咒语 有他的手印 你就可以修这个念诵法 然后我们今天再讲这个大圆满法 这个当初啊 世尊元吉的时候 他曾经讲 我从今起不在人间四限 过了二十八年之后 在三十天的地方 有很殊胜的圣教将兴起来 这是大圆满之法之弘扬 在南坦布州的东方 也有一国将传大圆满法 这愣且传法的主人 就是金刚所菩萨的化现 金刚所菩萨的化现 是这样子的 他的讲 这个就是说释迦摩尼佛授记 将来在三十三天的地方 有很殊胜的圣教 三十三天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庆喜场 因为他是天子 所以在三十三天能够也 弘扬了大圆满法 那么在人间也有 西藏密宗的第一法的大圆满法 若由金刚所菩萨二转法轮 所得的传扬 既称为 慈明传扬 这个传扬叫做慈明传扬 也就是属于慈咒 慈他的咒语 按西藏密宗 宏教灵马八的历代主持表 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讲的 所谓的宏教灵马派 大圆满法的传扬 第一代是阿达尔马佛 第二代是毕如浙那佛 第三代是五方五金刚 就是五方五如来 就是五金刚如来 五位如来 第四代是释迦摩尼佛 第五代是金刚所菩萨 第六代是格乃布道尔吉金刚 也就是吉喜金刚 在人间的传承吉喜金刚 第七代谢尔孙哈金刚 就是斯利辛哈 谢尔孙哈就是斯利辛哈 第七代 第八代是莲华生大士 其实当中还有一代 就是从吉喜金刚到 这个妙吉享有 我这边少写了一代 就是妙吉享有 以前我就知道这个传承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我就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 林马派大圆满法的传承 在第三代以前 就是佛法尚未到世间的时代 大圆满法 也就是如来的心印 也就是太初古佛 佛先如来 初转法轮的任意 神通游戏 到了金刚所菩萨得 和毕密意 大圆满法弘扬于印度 也就是在第七代以前 大圆满法只在印度流传而已 到了第八代 连华生大士才到了西藏 创立了西藏的佛教 最古老的弘教 就是林马派 把西藏神教 黑教的漏习给他破除 所以本书的下篇 就以莲华生大士为三转 大圆满法的瓦轮为篇名 我自己呢 是最知道金刚所菩萨的第一人 解三密人中第一上手者 我知道金刚所菩萨最清楚 如金刚萨斗一般 所以我依有瓷名传承的大灌顶 瓷名传承的大灌顶 是这样 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里谈到这个西藏的神教是黑教 黑教我们在以前就叫做三满教 三满教 又叫做奔波教 在西藏就叫做奔波教 其实这是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 那时候古代的人啊 因为不知道这个闪电啊 打雷啊 还有不知道这个天后的变化 地震啊 或者是轰啊 所以都给他用上一个神的名字 任何东西都用上一个神的名字 这是属于三满教 三满教 这万物有灵的意思 那这个奔波教在西藏原来 他有原始的宗教 叫做奔波教 奔波 那么奔波教呢 到时候联华生大社到了西藏以后 就破除 破除这些原来的宗教 那么把所有的那边的神啊 全部变成佛教的父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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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上啊有很多东西啊 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的 也就是说像那个神啊 跟鬼啊就是不太一样 那就是神跟鬼是 差别在哪里 就是神本身是有大的力量 鬼只是小的力量 差别在这里 那么佛本身跟鬼神是无关的 佛跟菩萨跟鬼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佛表示 他是一个结者 佛陀的意思就是一个结者 他是已经结物的人 跟一般的神不一样 因为神跟神还会打仗 鬼跟鬼也会打仗 所以鬼拍成电影就是鬼打鬼 鬼打鬼就是鬼跟鬼在打仗 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有一个人啊去问他 他买了寒羞草 他就去问老板 老板我昨天跟你买的寒羞草 回家以后碰他 他怎么都不会害羞的和尚叶子 这个老兄也是很 也是蛮有这个 马上他很有反应 先生你好 你买的那一盒寒羞草 可能是比较不要脸的寒羞草 要脸的寒羞草 要脸的寒羞草 也有不要脸的寒羞草 所以鬼啊 本身来讲 告诉大家啊 也有君子鬼 也有小人鬼 那天啊 有一个晚上 我看到我父亲 他来了 我禅定的时候啊 看到我父亲来 他很少出现了 他走的时候也不过是跟我讲一声说 他走 我走了 就是一个声音而已 从来不出现 那一天他既然出现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穿平常的衣服 因为我看了出来 怎么样 那个形象 就像我父亲完全一样 照理说他到了佛国净土以后啊 他会马上转掉 就变成佛国净土的那个模样 先显化我父亲 然后再变成佛国净土的模样 让我知道 他已经在佛国净土 但是他不变 完来就是那个模样 我就知道 这个有问题 这个来的 我的爸爸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有问题的爸爸 我那个爸爸来啊 既然跟我讲 我现在住在台湾雷杖寺 这个西方境 我的儿子跟女儿 初一十五都没有拿东西来给我拜 所以我现在非常的这个切拔 这个 也没有新衣服穿啊 也没有饭可以吃啊 我就这个 变成乞丐啊 到处给人家这个 这个乞讨啊 希望你以后啊 这个遵守 这个 这个初一十五啊 拿东西来给我拜一拜 这个样子 让你的爸爸比较有面子 我说奇怪 这个鬼很奇怪 怎么 我爸爸怎么还在人间啊 还没有到佛国净土 这开玩笑嘛 这个是我啊 是丢我的脸啊 我一天到晚给人家超度 既然没有超度 我爸爸到往生佛国净土 这个我脸就挂不住了 既然我爸爸显像来跟我讲说 他要吃的 要喝的 还要衣服穿 新衣服穿 我就问他了 我说那 啊 请问 这个 我当然没有讲请问 我直接讲说 哎 爸爸 你写的那个遗书 到底给我多少 哈哈 我讨价还价啊 讨价还价对不对 你死了以后 你当然会有这个遗产给我嘛 对不对 就跟他讨价还价 你写那个遗书 到底有没有 多少钱给我 他就讲 啊 你是长子啊 说我是长子 当然给你最大份 我一听就不对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我父亲讲 你遗书里面不用写我 不要给我 给我四个妹妹 啊 还有给那个 照顾你的 我请 用钱请他来照顾你的 那位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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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你给他们就可以了 不用给我 他的遗书是这样子写的 你有遗书在宣布的时候啊 拿出来遗书一看 那遗书在宣布的时候 是给四个妹妹 跟照顾他的师兄 啊 每个人一份 啊 只有我没有 这鬼就讲 这个 这个我爸爸就讲错话 他说给我最大份 哪里是份 份是米田贡啊 哪一份啊 他 他就 搞错了 这搞错我就知道这个是冒牌的 骗吃骗喝的 你知道吗 鬼也有诈骗集团 是来诈骗你的 哇 想要我供养他 骗吃骗喝不讲 还化身成为我爸爸了 我就跟他讲 好 你是我爸爸 我现在 我心中当然没有 没有讲 没有讲说我要考你 我讲说 哎 以前啊 你床头上 我小时候一直到 读高中 你床头上都换了 好 换了三本书 请问那三本书的书名是什么 他讲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 我知道你妹妹叫什么啊 你大妹叫什么 二妹叫什么 三妹叫什么 四妹叫什么 照顾我的师兄叫什么 你不用讲那些 放在你床头那上面的三本书 是什么名字 因为那三本书我也偷看过 我也把它看完了 我知道我爸爸的床头都放那三本书 他讲不出来 我讲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叫他 给我滚 给我滚 你这帽牌的 给我滚 他发了一个青烟 那个蓝色 青蓝色的烟 就赶快跑了 这就是鬼 那鬼也来骗我 骗不过我的啦 我稍微考一下就知道了 我很厉害的 这个不同的鬼跟神不同 佛跟菩萨不同 菩萨跟这些神跟鬼又不同 我巴巴放在床头上的那三本书 就是上古神话演绎 上中下三级 啊 现在鬼也听到了 他如果再来 我不用这个东西烤他 另外一个东西烤他 他不敢再来 碰到鬼 叫他get out 他就走了 一点都不怕了 我不怕鬼啊 所以不同 这个 所谓的 这个奔波教 跟这个灵马派 跟佛教是不一样的 是不同的 那佛教也有很多的派别 也通通都不同的 像那个东蜜跟藏蜜不同 如果你拿这个藏蜜的念奏 跟那个东蜜的念奏不一样 这个tsuri tsuri 东蜜都念tsuri 这个藏蜜都叫pe 就叫pe pe 藏蜜就念成pe 不一样的 那五大金刚明王 藏蜜的也不同 跟东蜜的 五大金刚明王 五大金刚明王 是不一样的 五大金刚明王都不同的 都不一样 名称也不同 形象也不太同 有些手印同 像大威德金刚 这个手印是一样 东蜜的大威德金刚 是骑着牛 比这个手印 藏蜜的大威德金刚 是 长着脚 长着牛脚 也有这个手印 也有这个手印 这是大威德金刚的手印 手印是一样 但它的形象都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什么是一样 什么是不一样 这里也有所谓的一样跟不一样 有一个叫做这个铁熊的人 跑去算命 算命师写了一张纸条给他 内容是 你的命是大富大贵 没有大灾难要小心 没有大灾难要小心 铁熊看完就很高兴的离开 过没有几天呢 在路上他被车子 发生车祸 串断了腿 这个好了以后呢 他就很生气去找这个算命师理论 你前几天不是告诉我 我是大富大贵 没有大灾难的命吗 为何我今天会被车子创断 调腿 算命师拿起那张纸条 最后就慢调诗理的跟他讲 先生你大概没有注意到 我写的意思是 有标点符号的 大富大贵 一点没有 大富大贵没有 一点 大灾难要小心 就差那么一点 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要小心 就是表示说没有大灾难 不用小心 不要紧 大富大贵没有大灾难要小心 但是现在是大富大贵没有点上一点 然后大灾难要小心 这个差一点 那就差别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把这个奔波教跟这个密教 你看西藏密宗 只差一点 所以五常寿天理 本来是奔波教的 十二大吉祥天也是奔波教的 五常寿天理是奔波教的 大吉祥天 十二大吉祥天也是奔波教的 后来他们都扶持了佛教 就变成佛教的复法神 这就是差这么一点 奔波教跟西藏密宗 是有差 差一点 大家要记得是这样 大家要记得是这样 我再跟大家谈这个大灾难法 他主要他 释迦牟尼佛印 寿迹印 有一个国家 东方一语也有一国 将传大爷满法 讲的就是中国 讲的就是中国 这个国家会传大爷满法 这个 南胆部州的东方一语也有一国 就是讲的是 指的是中国 事实上佛教传到这个 中土 中土把它兴盛起来 那么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教 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教 就是 禅宗 就是禅宗 禅宗 就是禅宗 禅宗就是大爷满法 禅宗就是大爷满法 那么斯利辛哈 是中国人 是唐朝的人到印度去居住 移民到印度 学了大爷满法 就是斯利辛哈 所以 所以联华生大士 是斯利辛哈的弟子 也等于是 中国的 中国人的弟子 藏人是中国人的弟子 联华生大士 大爷满法的传承 夫妻我讲说 天上会打战 天上都有打战 人间也有战争 种族也有战争 家庭也有战争 这个 这个就是家庭战争 这段时间 我天天跟妻子吵架 朋友就问他 你能够吵过他吗 每次我最后都说的 每次我最后说的 他就不吭声了 这么厉害啊 你说什么 这个 这个人就讲说 我说 对不起 都是我错了 太太就不作声了 所以这个也很好用哦 要讲对不起 我错了 这句话 男生要写起来 因为太太是永远没有错的 错的一定是先生 有一条歌叫什么 到底为什么 都是我的错 到底为什么 都是我的错 谁叫你要结婚 你结婚了 你就错了 女生都不会错的 都是男生错的 都是男生错的 就是算他错了 也是我的错 这样家庭才能会圆满嘛 对不对 我不是在看师母啊 你不要搞错了 我是看连姐在笑 她们在笑 所以我看她们啊 你们笑了很大声 以为都是我的错 告诉你 师尊错了也是对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我在美国静坐两年多 其实是三年 差不多近三年 这个教授我密教大爷满法的 就是连华生大师 其实那时候 他只要来开我的窍 连华生大师 就是我记得我在 林仙阁 在 那个 西亚特 巴拉 巴拉的地方 那一栋房子 大家去过了 上面有一个小阁楼 我就是在那边静坐 每天白天 都在那里 很少出去 就在那边静坐 教我的就是连华生大师 其实他教授我 他给我换点 他带我去到那个 尼泊尔 一个古墓里面 我才是古墓派的 古墓派的 谁是古墓派的 主角啊 小龙尼啊 对不对 还有杨过吧 是不是 杨过也是到了古墓里面 去啊 连华生大师 带我去古墓里面 然后给我灌顶 那两个灌顶印象很深 一个灌顶就是 光明 前身的 它的毛细孔全部射出光 然后照我的毛细孔 把我前身的光明 我变成 好像另外一个连华生大师一样 就我就全身都是通 通生是光 然后再由连华生大师 再把我变成很小 像一点一样 然后吃下去 然后从它的味尝呢 从它的密轮再出来 从它的密轮再出来 一个明点从它的密轮再出来 就变成我 这个灌顶也是很奇怪的 这两个灌顶 明华生大师给我这两个灌顶 然后我的这个 这个顶峭里面 就 浮场 浮场的大阎满法 这个大阎满法就出现在 我的脑海里面 当初的时候 赤松得真王 就是他浮场在哪一行 脑海里面的大阎满法就出现 这教授我密教大阎满法的 就是连华生大师 我在灵仙阁 哭作了 差不多将近两年半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红法 什么都没有 我来美国西雅图啊 就是靠这个连火上司啊 老大 老大 连士啊 连祖啊 这个 连我上司一家人 帮忙照顾 也帮忙照顾很多 那时候在 林仙阁 他们每天晚上啊 都过来陪我 养酒啊 养酒 那时候 那个 连高上司啊 从文革法带那个 五龙二虎酒 连高 你从文革法拿那个五龙二虎酒过来 哇 那时候我们每天晚上就喝那个五龙二虎酒 这个 这个 就养酒 那时候我很喜欢 每天晚上喝酒 那时候 多多多多多多 想把那个 抽底下 哦 他现在讲他过海关的时候 都是把五龙二虎酒 藏在车子底下 这样子过海关过来 而且是整乡的 整乡的哪过来 供养师尊很厉害的 所以喝的 喝的这个 没有 没有醉 我喝酒 没有醉 没有醉过 就是 喝的很高兴 是感谢这个连高上司 连高上司 还有老大他们照顾 这个 以前都是他们照顾 没有办法赚钱啊 没有地址 怎么 红包哪里来 我那时候还哭啊 哭给这个 弥勒佛厅 哭给释迦摩尼佛厅 说我一个堂堂一个这个 連身佛佛 怎么到西雅图啊 就困在美国啊 这快要饿死了 你们救救我吧 这连勒佛从空中飞过去啊 啊 飞过去怎么样 他把那个包包打开 哇 里面有很多的漂亮的衣服啊 还有房子啊 还有车子啊 还有漂亮的龙袍啊 还有很多的佛官啊 还有金银珠宝啊 还有很多的那个蛮你从西空中撒下来 那迷勒佛飞过去 哇 捡得好高兴啊 哇 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一直捡一捡 一直捡一个捡捡捡到啊 打开眼睛 他原来是做梦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 做夢的 我做夢中看到彌日佛拿著大包啊 大包袱這樣子打開 錢啊 黃金啊 什麼東西都掉下來 龍袍 佛觀 一大堆的車子 房子 撿都撿不完 撿到非常高興 很熱了 哇 这一下子花了 结果醒过来 没有 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第一次赚钱 我是投稿 在西雅图的西华报 把一篇写好文章 然后寄到那里去 投稿 投稿呢 他竟然给我四块钱美金 四块钱美金 既然有稿费 寄给我四块钱美金 我第一次赚的钱在美国 In American Income Only for dollar Four time Four time赚钱的时候 是四块钱美金 我赚到钱很高兴 我终于在美国赚到钱了 四块 后来我就写文章回台湾 寄台湾日报 因为我以前台湾日报有专栏 那个主编我跟他很熟 我就寄给他 一篇五百块台币 那时候一篇文章 五百块钱的台币 我就寄给他 换一点台币 那就是这样 三年来过这样的日子 还好可以严久 就是年高尚是送的 现在不可以送给我 你说喝那个 帮助你的内火 他说喝那个可以帮助内火 所以那时候我火气很大 那时候我火气是大得很 这个小龙虾去相亲 回家以后闷闷不乐 这个龙虾的妈妈讲说 乌龟有什么不好呢 人家身体好 长命百岁 你不用担心守寡 最重要的是有房子住 乌龟是有房子住 小龙虾就哭了 好什么好 如果我生个孩子 人家还叫他王八蛋 哪一天我拉着我的孩子放街 人家就说我是虾扯蛋 都是蛋 其实有房子住是很重要的 我到美国来 第一个我先买房子 那时候房子一间 一个房子才八万块 三十多年前 一个房子才八万 美金八万就一栋房子 现在房子都很贵 八万块钱拿来去买房子 林仙格那时候是八万块钱买的 家庭要和好 这是一个例子 刚刚讲战争的问题 在西阳底下 在湖边 看到一位白滑苍苍的老奶奶推着轮椅 轮椅上的老爷爷对老奶奶说 宝贝你真好 你这样推着我好温馨 这个记者就上前去问老奶奶 你们怎么能够保持这一辈子这么恩爱呢 老奶奶讲 他这个腿啊 是我给他打断的 哇 那个记者真的 突然间傻了眼啊 怎么打断腿 因为打断腿他才不会跑啊 打断腿这永远是自己老奶奶的啊 他是讲说这样子 接着这个记者就问这个 这个老爷爷 老爷爷 你都这么老了 你还叫老伴叫宝贝 宝贝 请问你是怎么做到 能够叫他宝贝的 这个老爷爷讲 我不叫他宝贝叫什么 因为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 这个就是恩爱的家庭 老奶奶 便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